大家好,我现在在西宁的星海大桥桥面上 两边都是高楼大厦,给大家环视一周 在我的正对面,这个方向就是南山公园以及中心广场的方向 下面是南川河 看这边,都是高楼大厦,一座比一座高 这边就是青海日报 水闸门的下面长出了绿色的植物,开满了荷花 然后对面的桥是七一大桥 我准备在周围吃个午饭 然后带大家到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园 好好转转 这周围有青海的特色 羊肠面,准备去吃羊肠面 在这边吃的羊杂汤 羊肠面今天卖没了,需要打包带走 一碗羊杂汤加上三个烧饼 一共是20块钱 从这看看我的汤 这就是我的羊杂汤 哇,货真价实的羊杂 闻到香味儿了 现在装盒 哇,好香啊 一会儿我去找个地方吃羊杂汤 打包完了 在附近找一个吃饭的地方 就在大街上吃了 走着走着 发现这条街的食堂 基本上都不能在里面吃 都是打包 带回家或者是在外面 看这边都是 我就在这个自信巷 这有一个台阶就在这边吃了 这就是我在青海西宁 吃的第一顿午饭 看看 一碗羊杂汤 因为羊肠面没了 羊杂汤 三个大烧饼 一共是20块钱 真值啊 看看羊杂里面都有什么 有羊肠 还有羊肚 羊肉 还有一些 这个反正都是羊杂吧 就开吃 嗯 好吃 这是羊肚 这好像是羊肠 嗯 再尝尝这个大烧饼 嗯 可以 这大烧饼啊 是一块钱一个的 我觉得 烧饼蘸汤 才好吃 嗯 这碗羊杂汤可真实惠 比我在拉萨吃的 拉面要好得多呀 看 至少都是肉啊 羊杂汤和三个大饼 全部吃光光 丢到垃圾桶 准备去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园了 十四路公交车 直达野生动物园 十四路车到了 准备上车 坐四十分钟的公交车 就可以到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园 坐了整整四十分钟的公交车 终于来到青藏高原的野生动物园 准备买票进去了 带好古照 带好喜欢 一千万别车辆